另外针对国内首起的病患被物质艾滋器官的这一起案件 卫生署将开罚台大医院50万 而且把移植团队的负责人柯文哲医师移送惩戒 最严重可能会被废止医师执照 对于这样的结果柯文哲不满的说自己是待宰羔羊 他还炮轰卫生署说责任他扛没关系 但是问题还是要解决 业语道破自己的心情 被卫生署宣布可能面临策照的台大器官军政小组前负责人柯文哲 30号照常上班 却对卫生署的做法颇有为辞 卫生署处罚台大医院50万 却只有对柯文哲一人被移送称储 他批评卫生署难道没有疏失 器官登陆中心不用检讨吗 台湾史上最大的医疗疏失案 柯文哲成为众矢之地 连家人都不谅解 我回去有太太哭哭啼啼的 她说你在 你在外面是犯什么罪 主动请辞台大器权小组召集人一职 未来何去何从 柯文哲自嘲俺老路都已经想好了 最后来打算不是做老板 只看民进来还有哪个监困选区没人选的 艾滋器官捐赠案外界质疑柯文哲成了 陈储的停损点 而面对罪重恐怕会被撤销 医师执照 柯文哲现在只能静待最后结果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我整起案件